另外就是说,你要跳开,你可以有两种方式 如果你用C的语法,是用return 那如果你在Java里面,就是system.exis,后面刮呼0就可以了 就让系统跳开的意思 那这个是第一个步骤,就是说呢,我们怎么判断说有没有空白 没有问题之后的话往下 假设说它只有一个参数 也就是说呢,这个参数呢 我们就刚刚讲到就是0,0的部分 这边把它改一下,改成痘点好了 那就把这个 把这个词呢 传给什么呢,这个strim1 我们就宣告一个什么呢,strim 的一个class,一个物件来 接收参数 接收参数的话呢,就把这个词传过来 传过来之后呢,再做d 就是说呢,将这个参数呢,做一个什么呢 切割 这个打错字 好,参数 做一个切割 那切割的 我们怎么做切割,这边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我们可以将参数 传给它之后的话,利用它 后面有个方法叫sprint sprint就是切割 那用什么当成切割的依据啊,这边呢,我们就是用逗点的方式来做 那逗点的话呢 它就根据我们逗点 去把原来的字串 一个字串呢,就切割成 看有几个逗点 就切割成几个字串分割 并且传给前面 这个阵列 这个阵列 这个阵列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str的一个阵列 那这个阵列呢 将来我如果说要做一个什么呢 把它输出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用for回圈 for回圈后面呢,我们可以加上一个i就可以了 也就是我们这边 记得是从0开始 int是从0开始 那输出的话加1就可以 编号的话自动加1 把结果输出,那看有几个 就到它的字串总长度 就维持 加加就可以 我们来把结果秀出来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我刚刚里面有 逗点的部分有6个 6个的话 我就直接输出 输出这个地方,当然第1个就过了 第2个的话就把它传过来 传过来之后的话 分割之后 这个地方 我用 debug mode来看会比较清楚一点 我在这边设中断点 我这个地方 这边有参数过来 参数就直接传给 前面的这个 传给他 所以我这 传过来 传过来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就是 我们的 刚刚 参数里面的 池 接下来我做一个sprint 它按照逗号的方式切割 切割之后的话 再把这个传给这个阵列 有没有 切割完了之后呢 就会是像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str 视察 那这个就是0 1 2 3 到5 如果我今天要把结果输出的话呢 那这边 就是 逗号后面的总长度总共有几个 有6个 输出的方式呢就分别 用for回圈 第1个6个之后的话 第1个就输出1 太想爱 第2个 第3 第4 第5 第6 这样的话呢就完成这一题了 好吧,画面还给各位一下